运动家捕手麦斯威尔又一是大联盟第一位球员单脚跪的唱国歌 公然抗议川普种族议题 如今却因持枪恐吓官司传身资料照法新社体育中心综合报导 运动家捕手麦斯威尔Bruce Markswell 在唱国歌时单脚跪地用行动抗议总统川普种族歧视成为大联盟第一人 然而他今天却因拿枪恐吓遭拘留 原本一片前景看好的职业生涯恐留下污点 日前亚利桑那周斯科茨戴尔警方接获报案 迈斯威尔持枪指着一名女性外送人员还作出托续的攻击行为 警方说明迈斯威尔目前拘留等待首次出庭 得知迈斯威尔闯祸运动家球团今发布声明 收到这样的通知 我们很失望球团会审慎调查这件事 我们正从相关当局试着取得更多资讯 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回应 26岁的迈斯威尔本季76场出赛角出2×37打击率 三空22打点 他被预测是明年运动家先发补手的博尔人选 如今个人身欲蒙上阴影也恐影响他的职业生涯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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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